你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看书就想睡觉 一复习功课就走神 甚至只要看到大段的文字 就不自觉的抗拒 只要手机在身旁 就会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不自觉的去拿起手机 不停的刷呀刷 你会觉得自己只看了两分钟 而时间却已经过去了两小时 当你愧疚的放下手机 拿起书准备好好温习功课 又瞬间觉得头昏脑胀 想睡觉 然后看看时间 算了吧 明天再看吧 可明天又是如此循环 明日复明日 这到底是怎么了 原来我们的大脑在玩手机的时候 不断的受到高频率新鲜事物的刺激 一次次获得满足感 很快就会产生行为成瘾 当我在离开手机的时候 同样就会引起戒断反应 立刻开始产生条件反射的抗拒 大脑已经习惯了高频强烈的刺激 期望水平被我们人为的调告 此时我们再也坐不住了 面对书本上安静的文字 瞌睡虫就会跑出来 爬满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昏昏欲睡 现在你知道了老师和家长 为什么反对我们长时间玩手机了吧 所以当他们提醒你放下手机的时候 不要有情绪 学会控制自己 刻意训练自己安静下来 否则你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无法自拔 最后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我是李鱼老师 每天早上7点10分来我直播间 分享更多有效的学习方法 我们下期见